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优秀者同行 往往容易遇见更好的自己 与堕落者结伴 不知不觉中也可能毁了自己 朋友这种关系 最美在于锦上添花 最可贵贵在雪中送炭 朋友中的极品便如好茶 淡而不色 清香淡不扑鼻 缓缓飘来 似水长流 交朋友不是靠笑脸去逢迎虚假的情谊 二是为了以真心换真心 今天叶安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凡是吃力的关系 都是错的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很喜欢一句话 舒服就像四月的风和九月的雨 让人心有慰藉 又自在清心 好的感情就是舒服的 没有卑微的讨好 也没有尴尬的敷衍 有的是你讲我听的默契和随性而为的自在 走过半生 终需明白 凡是费劲的关系 都是错的关系 圈子虽小 真心就好 圈子虽小 舒服就好 真正的感情不必讨好 苏勤说 宁可孤独也不违心 宁可抱憾也不将就 在感情里 强行迎合一个人 就像穿一双不合尺寸的鞋 只会把双脚磨得红肿 真正好的感情 不需要讨好 恳求 因为伸手要来的爱 犹如手里的冰 注定不长久 作家刘雨讲过一个故事 留学期间她结识了一位女孩 一来二去后 两人变得熟络 刘雨想给这段感情生生温 教她这个朋友 便经常去找对方聊天 可她主动了很久 最终还是放弃了 刘雨找话题和她聊天 那女孩回应冷淡 寒暄刚刚开始就已结束 刘雨谈论对一件事情的看法 那女孩针锋相对 随即演变成一场辩论 刘雨想明白了 凡是费尽力气去维系的关系 一定不是理想的状态 到了一定年纪 经历了一些事 就不会想再取悦谁了 和谁在一起舒服 就和谁在一起 就像顾成的一句诗 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 我们站着不说话 就十分美好 做家具生意的何叔 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个人 做生意的 一般都比较关心人脉 好办事 财源广 但何叔却很少参加应酬 有人问他 你不去多走动 不多认识几个人 以后有麻烦了 到哪找人帮忙呢 何叔耿直地说 与其虚情假意地 陪笑聊天 多难受 还不如多与老朋友 走动走动 直到有一回 供货商那边出了问题 不能及时供货 何叔不得不另找货源 那些平时 也有打交道的商家 知道你急 还借机抬价 何叔一下子 拿不出那么多货款钱 好在 找了好几个朋友帮忙 这难关 才算过了 何叔的朋友确实不多 但只要有困难 告诉对方一声 能帮的 自然不在话下 就算能力所不能及 也会帮忙想想办法 很认同三毛的一段话 朋友这种关系 最美在于锦上添花 最可贵在于雪中送炭 朋友中的极品便如好茶 淡而不色 清香 淡不扑鼻 缓缓飘来 丝水长流 交朋友 不是靠笑脸 去逢迎虚假的情谊 而是为了以真心 换真心 那些酒桌上 逢场作戏换来的关系 若没有利益可图 翻脸比翻书还快 嘴上说问你两肋插刀 当你真正遇到难处时 却一味装聋作哑 朋友之间最舒服的状态 是不必讨好 不用戴面具 也没有花花肠子 真正舒服的关系 一定是不必讨好的 无需费心维持 不用刻意取悦 即便互相沉默 也能感到油中的舒服 频率不同 不必强容 在浩瀚的大海上 生活着一条 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 它的名字叫爱丽丝 从1992年开始 它就被人类关注 追踪 人们发现它没有家人 也没有朋友 经研究 原来它发出的声音频率 是52赫兹 高于正常鲸鱼发出的 所以在其他鲸鱼眼里 爱丽丝就像个哑巴 也就没法同行 终于在2010年 研究团队捕捉到了 52赫兹的金鸽 是由不同的鲸鱼 发声合奏而成 科学家推测 爱丽丝不会一直孤独下去 她在大海上 终将遇到那种 频率相同的伙伴 一起合奏出 美妙的金鸽 无论动物或人类 也无论大富大贵 或平常人家 都有七情六欲 总归希望遇见 那个贴心贴肺 知冷知热 理解自己思想 与情感的人 薄牙紫妻的情意 是许多人心中的向往 许多人称赞薄牙 高超的记忆 但真正能听懂 她前生的寥寥无几 直到她遇见钟子妻 才成就了一段高山流水的佳话 那一天 薄牙想象自己在登山 弹奏出来的琴声 讹讹堂堂 子妻沉醉其中 情不自禁地赞叹 听到此曲 犹如巍峨的高山 屹立在我面前 薄牙又想到流水之境 弹奏出来的琴声 婉转悠扬 子妻听到时便脱口而出 听此琴声 宛如奔腾不息的江河 从我面前流过 薄牙终于遇到了 懂自己的人 之后薄牙得知 钟子妻去世 衰琴绝弦 不负弹奏 因为世上再无真正 懂她心生的人 王二十说 人生乐在乡之心 有一个懂自己的人 是人生一大乐事 不用勉强自己 去契合那些 不同频率的圈子 鸡头鸭讲 再拼命找话题 也聊不到一块去 和频率相同的人在一起 无需刻意找话题 不用担心冷场 不必害怕空气突然安静 只需唱怀对谈 彼此相互呼应 唠唠嗑 谈谈心 孤单寂寞 无法靠近 圈子虽小 舒服就好 孤语有云 君子之交淡如水 好的关系就如水一般柔和 包容 杨将和钱仲书 是一对文堂抗力 两人相知相守 恩爱数十载 杨将生女儿住院期间 回不了家 钱仲书一个人在家里 第一天他到医院去看妻子 他说 对不起 我把墨水递到桌布上了 墨水多难洗掉呀 可杨将没有生气 只是会心的一笑 安慰丈夫 没关系 我会洗 第二天 钱仲书来到医院 又说对不起 我把台灯砸坏了 杨将依旧是笑着说 没关系 我会凶 在他学会 划第一根火柴 为妻子收炉火的时候 杨将问他 你会用火柴啦 钱仲书举着那一根火柴 用骄傲的口气说 没错 你看 我会划火柴啦 和相处舒服的人在一起 惬意自在 内心安宁 不必小心翼翼 可以大大咧咧 随心随性 是最好的养生 和不舒服的人在一起 心生烦闷 无处释放 无异于互相投毒 慢性自杀 喜欢自虐 是一种病态 经营一个圈子 不在大小 而在是否舒心 最幸运的是 莫过于拥有一个 能量满满的交友环境 和舒服的人待在一起 让心情灿烂如太阳 温馨如暖灯 回望走过的半生 太多无意义的人和事 占据了生命的时间和空间 也曾天真的耗费心力 去试图维持每一段关系 如果一段关系 得付出巨大代价去维持 那注定没有走得长远的缘分 握不住的沙就扬了吧 处得不舒服就散了吧 一别两宽 不去银河 不再讨好 虽然会离开一些圈子 错过一群人 但经营好一个 真正舒服的圈子 才能让自己的人生畅快自在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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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